來 原知除了兩個服務員廣大不甩 一個是有三百九十七萬人口 一個有一百二十八萬人口 除了這兩個不甩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 也不甩黨主席嗎 沒有不甩黨主席 先講一下我們新北市 已經四百萬了啦 四百 因為剛剛突破四百萬人口 然後剛剛有些韓粉 不能諒解侯友宜 其實他們沒有聽我講什麼啦 大家要理性 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 不是 我覺得大家資訊要正確 資訊要正確 因為侯友宜絕對支持韓國瑜 那為什麼沒有辦升旗典禮 因為一般市政府要辦活動 不會說你今天告訴我 明天要辦出來的 一定要一個多月前就要規劃的啦 所以這個不辦升旗典禮的規劃 早就一個月前就已經決定了 侯友宜選擇在這一天 去爬硬漢嶺嘛 那另外還有預算考量 你覺得說的通嗎 是真的 而且還把這個預算 就變成明年的元旦盛大舉辦 因為我以前也在市政府待過 不可能說忽然間 就辦一個活動出來 那他明年的元旦盛大舉辦 有沒有邀請韓國瑜啊 我這不知道 我來問一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說原知就是他原本就預計 他就是不辦國慶的升旗典禮 從以前啊 所以韓粉才會說 那你為什麼侯友宜市長 你不辦升旗典禮 是這個重點呢 因為新北市政府本來就不是 每一年都辦國慶升旗典禮 過去八年也只辦了兩次 所以他們今年決定不辦 但是跟主席下令抗命 這是兩回事 好不好 侯友宜為什麼這麼討厭韓國瑜 沒有啦 他一定支持韓國瑜的啦 但是大家支持方法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他一定會支持 他支持方法是拒絕見他 拒絕七百公尺外去參加 李嘉芬的新北的造勢 拒絕出任新北的競選總部主委 這個叫做支持他 有的行程可能是他剛好不能配合 有的是沒有邀他啦 狀況不一樣 那競選總部主委這件事情 是因為侯友宜自己在競選的時候 他的總部都沒有主任委員 那我覺得啦 他只是選擇支持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他一定是支持韓國瑜的 就像蘇貞 那他用什麼方式來支持他 我覺得會有非常這個 驚天動地的方法 對啦 他在明年1月11號 他在明年1月11號 要本節目播出的時間支持 開玩笑啦 因為 暴數93天還有驚天動地的方法 小燕姐這是我開玩笑的 因為那個 那叫開玩笑 因為蘇貞昌記不記得 他第一次選台北縣長的時候 盧修一的前一天 今天一跪 什麼他 侯友宜要下跪嘛 不會吧 不一定啦 我的意思是說 看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說要支持不急著現在嘛 還有九十幾天嘛 真正投票日前站出來的 所以侯友宜今天動地到底是可能什麼 下跪是可能之一 我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應該有啦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 他是個越野派 他不會看到啦 我不知道 那女 你在鼓掌什麼 我只能確定他就是他 一位就是侯 侯市長的形象 這硬漢的形象 如果他真的下跪的話 就算我是新北市 就是民進黨徵兆候選人 我看到應該也會就是有一種 我沒有說他下跪 我說他有他的方法 還是他要親吻土地 沒有 我可以嗎 我其實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侯友宜一直堅持市政優先 那他希望說他的市政滿意度提高 到時候他再號召大家去投韓國瑜 那個力道更強 你去接這種主委 或者辦一場升級活動 可能力道更強 有建議對啊 沒有餘ician 謝謝 謝謝市長 給公主 entirety 我為甚麼我們會溫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